這邊我們請祭司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他們怎麼樣做這個復原跟上漆啊 補土這些動作 那我們麻煩一下 謝謝 我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個車門鐵板 它原廠來它的結構大致上是 這就是原來的裸金屬 它上面會有一層 到這個部分 是鍍芯層的部分 接下來 這一層是第一道底漆 環氧素質性質的底漆 再接下來就會有一般包覆底漆 然後來就是 色漆 精油 原廠漆大致上是 跟做這樣的結構 跟這樣的分層 然後呢我們下一步在製作的時候 會在裸金屬的部分 包覆 類似於原廠環氧素質的底漆 相同的底漆 做包覆 然後呢乾燥之後 會在 這個區域裡面 做補土 一樣 補土補在 金屬的上面 不要補在 其他的地方上面 其他的地方的 高低間隔 的落差 由底漆 來負責做填平 整平的動作 現在我們準備上環氧素質底漆 在上底漆之前 先要有一個清潔動作 塗裝工作在任何動作之前 步驟之前 都是清潔 OK 那請問一下你剛才 手上提的這一桶東西啊 是什麼東西 是 Segans的清潔劑 喔 清潔劑喔 OK 我看你剛才噴之前啊 在上面貼了一張紙啊 這個紙是幹什麼用的 貼這張紙的用意在於 簡易的防塗 因為我上面不希望噴到這個底氣 所以我貼了這張紙 就可以隔離 讓這些漆不會在我的 弓箭上面 噢 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 其他完整的漆面 就不會被你其他的塗料噴到了 對 加上我這邊還沒有做淹沒 也不可以把漆噴在上面 噢 所以必須做一個簡單的防塗動作 噢 好 謝謝 我們看到這台車啊 已經塗了補塗啊 那現在在外面啊 再塗抹一層 這黑黑的東西 請問一下是什麼呢 這是導引層 噢 導引層是幹嘛的 可以 我在磨的過程當中 會知道有地方有磨到 沒磨到 有磨到的就是我白白的 沒磨到的黑的 它就會留在上面 可以有助於我補塗的整體動作 噢 這樣子齁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補塗上去啊 它本身 本身是 黏稠狀嘛 那 它乾掉的話 那這中間 它是要等多久它才會乾掉呢 大概是在15到20分鐘 就可以乾燥到可以磨 那請問一下 它這個補塗的話 它本來是粉狀的嗎 還是已經拿出來 它就是糊狀的 拿出來就是糊狀的 要加硬化劑調和 噢 加硬化劑調和 對 這樣它就會硬了 所以我們看到補塗本來 濕濕黏黏的那個 不是調水啊 不是 噢 也不能夠再加任何容器進去調和 噢 這樣子齁 不然就會影響什麼地方呢 影響補塗 它能夠提供給我們的平整度 OK 好 謝謝 那我現在請問一下 就是 現在您要研磨這塊補塗嘛 那 一般人家外面外場啊 我們都看他們用水沙子 用水在磨 那為什麼 現在沒看到你拿水管呢 這邊都做乾研磨 乾研磨可以有很多好處 第一個 因為補塗這種東西 會吸水 對 那 水要等它乾 才可以做下一個動作 這會浪費時間 第二個 既然會吸水就會往下侵蝕 對 我們下面就是鐵板 對 那這樣子對鐵板也不好 萬一在磨的過程當中 磨漸鐵了 那水直接接觸鐵板 是非常不好的一個大忌 這樣子 就可以完全避免 我們擔心的事情發生 OK好 謝謝 謝謝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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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 instant 腿 風 有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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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